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便付出生命的代价 娱乐圈最乱的时候应当数上世纪的香港娱乐圈 那个时候的香港可以说是黑社会的天下 刘嘉玲被绑架失踪数小时留下了一生的心理阴影 香港娱乐圈的艺人们人人自危 所以那时候不少女星选择了背靠大佬甘当情人 并非只是潘高枝那么简单 毕竟不找一个强大的靠山 怎么在龙潭虎穴里安安稳稳的混下去 但也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知天高地厚 最后落得苦不堪言的下场 比如说黄狼为 说起黄狼为的事情不得不提到美艳芳 美艳芳是香港演艺圈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 当年的美艳芳无论是在影视方面 还是唱歌方面全部都有涉及 并且还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那个时候的她被称之为香港一姐 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可即使是这样 梅艳芳也仍旧避免不了被黑社会威胁 那是1992年5月份的一个深夜 那会儿的梅艳芳已经举行了告别舞台演唱会 而在每次演唱会结束后 她都会去夜店或者是酒吧放松一下 那天晚上 梅艳芳如往常一样 与几个朋友在一间卡拉OK唱歌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梅艳芳穿着低调朴素 一个人躲在角落里 就在这个时候 黄狼维和她的几名手下一起也来到了这间卡拉OK唱歌 当梅艳芳出包间的时候 无意中被黄狼维的手下撞到 她的这个手下便悄悄地把遇到梅艳芳的消息告诉了黄狼维 那个时候的黄狼维在香港也算是很有名的人物 不仅是有名的电影投资人 而且还是一个堂口的堂主 所以在得知梅艳芳也在这间卡拉OK的时候 为了自己的面子 便命令手下去将梅艳芳邀请过来 与他们一同唱歌 可是梅艳芳又怎么会是如此随便的女人呢 所以在黄狼维手下过来邀请的时候 梅艳芳便直接拒绝了 然而黄狼维在听到梅艳芳的拒绝之后 仍旧是不死心 随后便又开出了百万支票再次相约 仍旧被拒 作为一个在当时响当当的人物 又岂会容忍一个女人这样三番两次拒绝自己的邀请 觉得脸上挂不住的黄狼维被怒气冲昏了头脑 冲进了梅艳芳所在的包间 抓住她便怒甩了一个耳光 口中还一直不断辱骂 面对这样气势汹汹的一群人 梅艳芳也无可奈何 所以只能哭着离开了卡拉OK 梅艳芳离开后 黄狼维也觉得没了兴致 便随同手下一起去了夜宵当 虽然刚才梅艳芳的拒绝让她不爽 但是当众人面教训了她 也算是出了一口气 所以心情也好了起来 而另一边的梅艳芳在跑出卡拉OK之后 便哭着给自己的好朋友向泰打电话 即便是现在已经为人母的向泰 依然难掩霸气 更何况她正值风华之年的时候 又怎么会让自己的好友受如此委屈呢 所以在听到好友的哭诉之后 便将事情的经过 全部转述给了丈夫向华强 想要为自己的好友出这一口恶气 向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 自然是因为有向华强撑腰 当初不少帮派都开了影视公司 但成功由黑转白的大佬并不多 向华强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向华强夫妇乐于助人 解救数位大牌明星于水火之中 得到了他们的敬重 才有了如今的地位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向华强便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 吩咐手下的人要给黄狼为一点颜色看看 而电话那头的人叫做陈耀星 这个陈耀星是古画仔电影里陈浩南的原型 他本来只是一个博车小弟 有时挣一些拿钱消灾的买卖 做事干净出手狠 逐渐在弯仔一片有了点名气 后来进入新一安后 得到向华强的重用 成为了一方头目 在香港帮派中算得上川生最快的新人 年纪不大但名气不小 陈耀星接到老大的任务后自然不敢怠慢 几天后 黄狼为就在路上遭遇了埋伏 被一群人殴打至重伤不起 随后被送往了医院 黄狼为受伤非常严重 多处骨折 在医院卧床不起 身为14K的堂主 他身后的兄弟自然不忍 善罢甘休 尤其是他的哥哥黄狼辉 一定要给弟弟报仇 而香港就这么大 江湖也不过这几家 黄狼辉的目标很快就落在了向华强的身上 陈耀星向来做事干净 本来只想给黄狼为一个教训 没想到他的兄弟们依然不依不饶 还想把事情闹大 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 找几个人假扮医生混进医院 将黄狼为一枪解决在了病床上 黄狼为之死惊动了警察 陈耀星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 他被警方带走做调查 但陈耀星的小弟们却不同意 他们找来二三百人在警局外叫嚣 叫喊着警察无故抓人 冤枉好人 闹得一片混乱 最终警方一方面证据不足 一方面重压之下 只好将陈耀星放走了 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 法制和约束上有诸多无奈 但警方的放虎归山 无疑将带来更大的隐患 此后陈耀星的帮派和黄耀辉的帮派 几次要火拼 最终都因为警察的调解和干涉而罢休 从而也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 但黄耀辉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弟弟 就这样死于非命 他对于陈耀星的报酬并没有结束 当时陈耀星正是得意之时 他也如同陈浩南一样 每每出行美女做陪兄弟一帮 当时陈耀星的女友便是后来TVB女星陈妙英 很多人都说他便是古惑仔中小哑巴的原型 而陈耀星既年轻又帅气 颇有明星气质 而他也像很多明星一样喜欢赛车 就在陈耀星去赛车的路上 他遇到了袭击 对方可能是一个枪法极好的狙击手 一枪便打中要害 连续三枪让陈耀星完全没有了生还的可能 陈耀星最终也如同电影一般死在了自己的豪车里 而他去世后 他的好友将他的故事拍成了电影《醉生梦死之弯仔之虎》 由任大华扮演陈耀星 而陈妙英则是本色出演饰演他的女友 陈耀星遇难的新闻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 然而一个神秘电话让这件事更受关注 有一个匿名者主动打电话给电视台爆料 说陈耀星之死的幕后主使是黄狼辉 而且他的复仇并没有结束 梅艳芳也是复仇名单上的一员 死言一出引起巨大惶恐 因为这样的话并非儿戏 在娱乐圈早有先例 曾经李连杰因为佳和公司不公平待遇中途霸演 他的经纪人蔡子明还强制帮他拿回了片酬 最终佳和李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片酬 然而就在电影拍完后不久 李连杰的经纪人便在家门口被连击九枪命丧当场 而这个经纪人背后的大佬就是14K的大佬胡须勇 可见香港娱乐圈背后的势力深不可测 即便是光鲜亮丽的明星也难逃一劫 而此事发生后不久 就有人通过神秘电话爆料 硕士佳和公司花钱买凶 但因为没有按约定支付尾款 才遭到凶手的匿名曝光 由此看来匿名电话并非空穴来风 梅艳芳被报复的也不是没有可能性 这时已经有两个大佬因为一个巴掌而丧命 最初引发这件事的梅艳芳的确是根源所在 这件事传开后 梅艳芳自然非常慌张恐惧 虽然她在娱乐圈内是大姐大 还提携了一众晚辈 组建了自己的梅家班 但在江湖大佬面前 她却像一个站在名处的靶子 不知对方何时会放来冷枪 据说当时梅艳芳一度要退出娱乐圈以保全自己 最后在相氏夫妻的斡旋下 梅艳芳花了一千万才了结此事 而这件事后梅艳芳也不得不重回歌坛 重新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来拼命赚钱 事情至此 一个巴掌引发的血案总算告一段落 也是在陈耀芯被杀的那一年 梅艳芳联合成龙许冠文等几个有影响力的艺人 一起成立了香港艺人协会 号召整个演艺圈团结起来保护艺人的利益 同时也是在对抗一些不公平的势力 当时有太多艺人遭遇过帮派的胁迫 但大家势单力薄无力反抗 只能表面光鲜亮意 背地里受尽委屈却无处发生 梅艳芳在2001年容认艺人协会会长 2002年是东周刊刊登了刘嘉玲的不雅照 这正是12年前刘嘉良因为拒绝帮派电影而遭到的报复 而东周刊竟然为了博眼球不顾艺人伤痛 甚至拿来做噱头来促进销量 此事一出梅艳芳以香港艺人协会的名义发起抗议 众多艺人一起走上街头 抗议东周刊的无良行为 不同的是这时的香港已经回归 大量的帮派势力得到有效控制 此前那些买凶杀人 只手遮天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少 就连向华强夫妇为了进军内地演艺圈而不断洗白 并跟香港帮派划清界限 一再声称毫无关系 香港帮派渲染娱乐圈的时代彻底过去了 然而梅艳芳却没有享受太久这样的好日子 她身患宫颈癌 与病痛斗争几年 最终在2003年离世 成为了香港的传奇 她生前曾经因为一首敏感歌曲被内地敬演 在内地开演唱会一直是她最大的心愿 也就是她去世那年 她终于拿到了演唱会的批文 但她再也无法献唱了 梅艳芳走了 也带走了香港娱乐圈那个璀璨的时代